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书的人在说书之前都有一首顶唱诗 这不留意乐同节到了 我们就来一首顶唱歌 留意留意大地穿上花衣 小朋友们收了手一同去摇摇 黑云游游 阳光柔柔绿水在漂泊 在那边苍茫中一个小朋友说 你这首顶唱歌 咋这么啰嗦 我来问你来的 外个社团怎么讲 这个问题拦不住 我上号震动呼报一搜索之后再添加搜索再添加 经验人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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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个大狗熊了 之所以长得这么凶壮 那是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东西 所以撑见以后给他取了贝贝齿这么一个名 不过贝上党觉得这个名字平时就不怎么好听 正在他久不见平时该怎么叫的时候 一个出嫁的宿人 骑着他的包妈大黄就说 刘远 你再不可怜走 我就把你的鸡腿砍了 等他来到贝上党面前吻 不知道石柱在这违和发愁啊 贝上党就如此如此 这玩这玩 把事情一无一事给他说了一遍 对方挺好说 他可以免费去命 没想到他刚刷完贝上党就怒了 就说 我叫贝上党 但是我不会贝上党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天啊 给你们就没有免费的做乌饭 你不要钱 你能给我好好去呀 废话少说 给你钱 拿着 出嫁人被贝上党的决志也警驻了 不过他及时翻译了过来 心想有片也不染 忘把展 结果签了之后 他说361号 行行着状呀 诶 等等 不是360号吗 怎么变成360一号了 石柱现在新出了一个行当 你不知道吗 就是现在新出的行当 就是去为个社团投钢 还可以花得高费 如果你有好的导费 你也可以去试试 可是他现在 他之后吃怎么办呀 他没有什么塌仓呀 谁也是塌仓呀 你可以让他去当猪宝呀 上快据啊 当猪宝啊 一月入账百万多 吃钢区 十天睡 绝对累到一大群 收益高 粉丝多 想到猪宝去快据啊 一定要让他对吃 吃心不干 所以就给他去个命 叫卑微吃吧 由此以后 这个小快据就叫被吃了 被吃 每天晚上都喜欢 坐在院子里看天空 他爸妈都以为 他是想吃原料 其实不然 他是一直在好 接天上究竟是什么样子 一直想去天上去看看 然后把那里的没事 吃个遍 这一天晚上 他又肚子一任 坐在院子里 家人早就休息了 在锅带 晚上没有威乐活动 大家都睡得很好 哎呦 这是锅带呀 忘了说一下 这还是发生在 春秋时期的总过 哎呀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 锅带都有猪罢了 被吃整开的原料如蜜 突然间想起了 老师脚过的故事 晚晚的月 小小的串 小小的串 两头肩 我在小小的串头做 这边是大轮 那边是台湾 他刚说完 突然看到月亮 想他飞了过来 不一会就来到他的面线 被吃重的带子 爬上了月亮串 假使他飞向太空 心说 月亮长得好想羊家米呀 看些他们有羊家米甜 要不然我就把他吃了 他经常听老人一样 牛郎子女的故事 所以 硬和是他在第一站 他一直想去那里 试试 打敲的吸血 口感如何 在一起还不知道 能不能灰的脸 想到这里 冒在空荣 开始给马娃告别 再见了妈妈 结肺胆包天 哦 哦不对 不对 应该是 湖南的家 喝今晚 我就要远航 哦 也不对 咱会错不着了 应该是这样的 再见了妈妈 今晚我就要远航 别为我担心 我有快乐 和只会得奖 当你醒来 千万别告诉别人 我正乘着月亮 穿在银河上远航 离开地面 向上从 看到阴阳 立子穷 诶 咱怎么回事呀 原来于此同事 地球上有一只叫 西洋洋的浪 扔出浪族的枕渡直播 阴阳立子穷 来对付一只叫 灰太郎的洋 洋被引了 变成了一只耗子 这还不算万 乘势食活 洋济吃月 居然长得像 一样甲米的原鸭 也一定被引了 他们被一归 睡眠的力量 袭击 赤空隧道 不惜改变 穿越时间 哦 不对 这不是多话 一样的 鱼儿在寻找 大海 华儿在寻找 春天 我们穿过 时空隧道 寻找美式的味道 不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一个 城邦面前 被持吻 这是哪里呀 变成耗子的这个 样会的 这是温子光 我是这里的唱卡 我经常被 银舍老说 后就来到这里 这里都叫我好好 那该怎么回去了 跟着我去创管吧 就是把一些 饼具的 标点 符号 改正就可以了 到了这里 跟人们好好走 最没错 我是这里的唱卡的 鱼是被持久 走走走走走走走 给好好一起走 温子光 去旅行 鱼言成去周游 走走走走走走 给好好一起走 横竖片点点狗 都是好朋友 坐在消灭光 冰局都敢走 温子光 爱全清除 鱼言垃圈不留 汉子多美丽 并肩又拉手 独城市 温钱 千万下山山小心动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给好好一起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 一同去交游 大家这我儿的惊醒 突然间就大地震动了起来 难道这时候传约回旗了吗 被持人在胡思乱想着 隐隐约约的听到游鱼在喊他 然后眼前的划疼一转 自己扎眼前就回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 原来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 他不知不觉已经在院子里面睡了一夜 被持人行赖后 凤人就将自己的梦境 于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出来的 记录不是很方便 但是经过口口详传 这个梦境故事到了那是一世纪 终于被陪成了动画片 名字叫温子国李仙纪 大家有兴趣的开始去说 在那之后 被持人经常找一些奇奇怪怪的梦 懵得多了 他就开始尝试着自己编故事 找不他又编了一部 莫第七月纪 后来也被陪成了动画片 找不动画片虽然说已经四个多年 但是依然积极游行 尤其是他的主题曲 每天早晨你醒来 每天有个角色在等待 这么多画片 将述了肖男孩 马顶每天早上醒来之后 都会变成一个新模样 比如朝人 肖龙人 过望 外行人等等 并右侧音发出了一个个 内容不同的故事 这一天 马顶起床后 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 带游祸处的凶教授 他入名不就是叫贝凶吗 于是他就开始 创始制造香水来取出祸处 这年他休闲 打开媒介灶 只想拼得过 放了带幼 撒了八言 咯了带松滑 又打了两个节奈 这一系列工程 再请出不过了 他这是肚子饿了 他要抄几点吃 但是在抄几点的过程中 不小心担破了旁边的瓶子 加进了化学物X 于是中华小子诞生了 中华小子 总共有五个人 分别叫贝贝 静影 欢欢 静影 妮妮 他们借助匈教授 所养的一个极其毛的人一面 参加了天下第一舞蹈会 利用脱套能量 搭败了 他想要通知迪修的尿布拉斯大王 成为了宗冠军 宗冠军将会获得最终的江匹莫迪 莫迪的莫迪就在于 垂起他就可以调动前军婉妈 中华小子拉到莫迪后 毫不犹豫的吹了起来 莫迪莫迪 神奇神奇前军婉妈 和他在一起 打黑高山人特西西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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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文后面将士大喊口号,待见他们响起宅下马去,突悬神旺,酒连临头的冷人也伟嫩醒眠,中严间前军晚妈,顿时华为无忧,中严间看到一个身穿烂西装,回裤子,打着混蝴蝶剑,左手带着一个手标,脸上带着眼镜的小骇,面不自传太脸,中华小子知道,这是董导诸国的文顺来了,早就听问,这时所到之处,无疑不是挨红便衣,四伤便敌,但是,中华小子心想,世间万物相赖都是一物相一物,你们又过又这种人, 我们国家不是母游,我们国家也有啊,这时候,他们的旧行就配着音乐闪到登场了,好老好老的一个故事,春夏又秋冬,好苦好苦的一个人物,千年传说中,一天掌握了一个信奉的救命火菩萨,把面威风十全师妹儿的黑脸大曝光,这时候咱的屁肤又黑不爽,神船黑衬衣,外套黑西装,打着黑护脸架,记着黑零点,黑手套,黑二种,无黑修法,黑黑帽,黑袜子,黑皮线, 汇线自由,压齿背,还不起你弄出来,纵使引入大家演练的和一个火柴人相差无尽,为了让大家能够区分他的正面和背面,主办方在责讯奔任之后, 猜在勉强能肤轻的额头上,挑了一个金黄色的圆牙标志,一切准备继续之后,这位戳着对方国家的文圣大喊一声,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不光对方是不是答应,这都不是总联,总联是那伙,当场就挂了,这是那位黑熊翻给大妹了,本人天生有着可人的命,没得我说法之事,带着无论多少人,显有人生坏了,不只是今天为何只死了一个人啊,你们为何都不是,因为我们这次活动是那一刻暂住的,而死的那位是一个逃票的,他没领一死,黑熊感叹道, 总不能让劝谈一下,都穿得奈刻吧,看来我将来依旧要背负着这个名字,此生只能如此了,中华小子听后,另机一动,他把书中的墨地交给了他,跟他说,以后想说话了,就吹墨地,让许你的前军王妈在前面做当演派,只能就能减少或者避免人类的伤亡了,黑熊信任接受了这个建议,只从有了墨地之后,他再也没有看似过一个人,后来甚至成了世界威美的第一次演奏家,又不说黑内外的粉丝为命而来,去买票欣赏他的演出, 来自美国的少年加斯汀,就是其中之一,加斯汀则又喜欢中国文化,对笛子是轻有多种,而对笛圣的声音,那是再改不过了,他干脆就取了一个名字叫爱笛圣,来表达他对笛子的这里,加斯汀虽然说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但他毕竟是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的很多字的法音读不尊,脱子不清,多因子也经常弄婚,这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在中国悲天的时候,去地关大令狗 随便吵着银坡,后家可苦练习,但他每天下白,后家都是白夜,他赚的那些钱,只能让他勉强不饿肚子,连买篮炸的钱都没有,吵起来银坡,根本就没法练习,于是他在脑海中就梦发了,做电灯的想法,他就利用收众的技术,去附近的工厂套了一锅电,经过了1600多次的失败,他终于造出了电灯,这消息外界都串遍了,人人都知道爱笛圣是天赛,思维与种不同,于是很多人跟他打电话责询问题, 希望能借助爱笛圣的另安,帮他们产生少计,从而牢区又不菲的手艺,这一天美国一家公司打电话来了,自然少不了汗泉的微火,哈喽啊,最近OK吗,爱笛圣愣愣的回了一句,打中国的电话,你就别拽阳位,拽阳位你拧给我呀,中国话你信不信,不行,你就缓一个人过通话,爱笛圣在一戏话,把对方做了一个大红链,他猛猛的把电话交给了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这个女留学生接过电话之后,这么一周贴,是这样的爱笛圣先生,我们跟他大本配不动的话, 爱笛圣,他在天台架构什么都没想好,想起你把我们动画片取一个名字,我们再根据名字,再整理死路,哎呀,别死我了,爱笛圣听口形容,黑色不满,心说,心想动画片是什么,我都没听说过我怎么取名字,爱笛圣选择着的,对电话就说,你老说动画片,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是动画片呀,所以这爱笛圣三个字,你老说,刚说出去,电话就断了,那时候电话也不像现在这么老口,出现过程是超有流的线,而且电话线依然断了,一时本会修不和,在这说上网友也说了,爱笛圣 爱笛圣偷字不清,对方把你老鼠,听说了迷老鼠,于是一部叫迷老鼠的动画片就在美国单身了,这一下子让爱笛圣的名声更加消量起来,由于公司来打电话,你上次提示那个老鼠的形象不错呀,希望你也能给我们取一个名字,爱笛圣那边,摩,喝,老鼠,对方听后打谢,谢谢谢谢,咱可用,黄帽挂了电话,跟同事打喊,爱笛圣先生给我们动画片取的名字叫,莫和老鼠,美国人听爱笛圣这边做了两部大活的动画片,中国人怎样不会对他 只指不定,这一天中国母公司跟爱笛圣通了电话,喝圣之后,胆倒置入,开始请教动画片名字的问题,就在此时,一只混神疾患者,甚至踏窗的流浪帽走进了爱笛圣的房间,来到电话跟前,爱笛圣亲不自禁的说了一句,嘿,帽真唱,然后帽周落实,由于不小心把电话线板断了,通话九四中的,对方把爱笛圣说的真,听成了警察的惊,而爱笛圣自己并为清多音字的动画,把唱都成了张, 对方,对方大叔的结论就是爱笛圣说了一句黑帽经常,于是黑帽经常就戴上了,于是同时爱笛圣看着那只流浪帽很坑,就把他留了下来,后面不说大家也知道了,爱笛圣的名气更大了,在那之后,招爱笛圣为动画片缺名字的人,那更是落意不觉,在一天爱笛圣接点话的时候,他所留的那只流浪帽,正在腰盆处游的休息着,外面进来了一只老鼠,帽看到他后,竟然对他误动于荣,之前帽抓老鼠是为了提高神众的牛花粉,并且方便填饱肚子 现在任意给他喂的视频里面,就有这些物质,而且他吃饱了,肚子也不好,所以他懒得懂,他不抓老鼠,抓老鼠并不是悲愣,这是学习行为,并不是闲天性行为,而老鼠也在帽面前开始仿色了起来,开始抢家里的小米,抢了小米,连后面都抢,估计这个时候的老鼠都在抢,谁说他没那抢,我觉得骚一领,桌子航好好的一个苹果还被他咬了板拿起来,而这人看到这里,且不大一出来,接着这话就说,我家里有万匹书和打蓝帽,就这样,话还没说完,就轮起吹着去 去砸老鼠,结果老鼠没砸的,砸过了,放在地上的检果,倒是把老鼠吓得不轻,一日微我微我地乱叫,掉了鸡城才想的,哦,跑,埃迪城难得让他跑呀,连想着刚才的缩造缩位,更是怒痛心头气恶想呆面声,抓起座子上的菜刀,就对地上套餐的老鼠吓了种姓,那些菜刀冲老鼠扔了过去,平常这么敲,老鼠只好比旋转的菜刀不偏不倚的看断了四字,埃迪城大笑,美足了吧,看着往哪跑,这人老鼠的下场,看向爱 现在埃迪城拿起电话,想继续刚才的通话,结果地上的老鼠涌动的来到了他的面前,埃迪城不小心踩到了他,觉得一话,喂,对着在空中来了一个360度的大旋转,电话下又被查断了,通话查的中断了,对方把话听出了,蓝皮鼠和大脸毛,于是,小小老鼠,小小老鼠,不透明,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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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蓝皮鼠和大脸毛,就出来了,蓝皮鼠和大脸毛火了之后,怎样少不了更多的公司来打电话,来咨询艾迪城,艾迪城这次正正诺了,你们老鼠问名字,你们就不能做一个冒不干抓老鼠的骗子吗?这家公司听后更是信息软况,他们听说,一毛艾迪城只缺一个名字,这部动画片就火了,这次应该给他们提供了内容更改,他们就根据艾迪城说法,妥占妙协,于是,好毛秘密,横横问世,老鼠怕毛呢,是要穿一只小毛,有啥可怕,装起书单,把毛打 大脸,钱国便宜,一定推翻,三只老鼠唱着歌,去帮毛胡子的画面,成为了永恒的经验,在好毛秘密制作公司,大电话,咨询艾迪城的时候,另一家公司的税后,也打了电话来问,艾迪城吱吱吱吱吱吱的接手,我说的不是烂皮书和打脸毛,我说的那个是万皮书,万皮不懂吗?万皮就是套气的意思,而那个毛,是打蓝毛,烂,烂,烂烂的天空背孕票,你们中国人怎么还听不起中国话呢?为什么为什么,以后别问我了好吗? 三可又,千万别问我了,我求你了,说吧,就挂了电话,对方听懂了他的意思,老鼠名字叫淘气了,冒失打蓝毛,并且后面讲了很多为什么,最后通话有点卡,面前还在说什么三千吟,于是,蓝毛淘气三千吟,这个名字就这么单身了,这个动画片大家都很熟悉吧? 星星眨着眼,月花问好,回心多着,长长的尾巴,彩虹来夹巧,时光在飞时上面知多少,风而吹起,多多浪花,太阳开口笑,只要你爱笑,爱问,爱懂了,人世间奇妙的问题,你全明了,只要你爱笑,爱问,爱懂了,天地间奇妙的问题,你全明了。 爱得神接了这么多电话之后,精神尖尽崩溃,他决定去做一个月俘,每天考大月生存,愿力泛花的都市,摘田,他打了几天的月,发现河水无人,非常严重,基本挡不到什么鱼了,他为了生存,只能去招费工作,不知为何,他对莫迪斯基亲于逗中,但是他没查,他只好一鱼狗头为材料做了一家,就贴着迪安安娃的莫迪月船上路了,没走几步,查就散家了,这个还能不散家吗,咋样查还没过过来港的野心机航的查解释了,爱得神因为摔倒了 他的屁股真弄了了,因发来莱维燕,因为家里的点灯不够亮,没有镜子给他摔光走手水,已经奄奄一息了,临时之间,还有动画片公司坐着他,希望他能在为人类的动画业,却最后一个名字,他想了片刻就拽着自己,有比较于现在自己的早月做一个动画片,奉献大家别老该装成,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想到这里,他说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五个字,莫迪七月季,于是,莫迪七月季,诞生了,这部动画片的主题曲歌词是, 马丁马丁,每天早晨你醒来,马丁马丁一个角色在等待,他讲述了小男孩马丁,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变成一只新模样,比如朝人,小龙人,光旺,卫星人等等,并由此令发了一个内容不透的故事,每天马丁起床后,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带油祸臭的凶教授,于是他开始尝试制作香水,他在制作的广场中,不小心打破了旁边的瓶子,加进了滑雪国X,于是中华小子的胆生了。 仅无底的事情,从一个姑母中,挖掘出来的一笔叫做柱树的理石鼠,颠覆了一网中国理石垫基的几天,比如里面要损于善让,是喘劝多伪,还有常常在想,因因是谦慎,对此你怎么看,只和我们学的理石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相对于我们课本上的内容来说,考古挖掘出来的东西呢,肯定真实性高一些,但是就是它真实性再高,如果你考试的时候,你先课本上的内容,那肯定不错了, 不跟你算对,那关于喊务里之前的理石,我们绝大部分的资料,都是从四马前的试剂中获取的,试剂者比如说,他主要写的这个理石呢,跨度很畅,那并不代表就是说他百分之比的准,在喊务里之前的这些任务呢,他多说都有一些描述,像他们要准于他,里面有阴影,不奇怪,有阴影也太奇怪,我之前我做的这个中国国家殖民第九步中,我就指出了这十几些,写的错误的地方,他和加古文写的都不一样,完全相反,其实这,其实这个很好理解的,像四马前写试剂的,举例要准于 试剂已经过起了两千多年了,他不可能情深经历过,而且关于上朝之前的汶务,解在烧之有说,现在的很多地方,包括中国的相关,都不称之有下朝的称之,有没有他们有什么俗途的汶务,赖子妹子有下朝,没有什么汶务的解在之类的,而四马前写试剂的赖院,也大部分都是取代于整个民间传说,谁的干包装,传说一定是真的,像四马前写要准于世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写的信息化,同样都是跨越多了两千年的历史,只要两千年的历史,无止是谁,谁也不敢包装,说我写的一定是 是真的,而且省着欧望摆着胃口,历史都是省着修改的,现在你用这种化命国的历史,你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换院,你很想说两千多年历史,这不差的吗,而且这些事情的,我们我们给你们就不用在乎,也没有什么意义,老王说我们看历史,我们只需要把它当故事看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在乎的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我们自身有什么主义的地方,精神而易。好,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提问的不足,大家有两种发发可以向我们提问,一种是需要花费一分钱才能提问, 这种问题一点由人收听之后,提问和汇答双方都可以获得死毛无分钱,有两个人收听就是九毛钱,一次论推,乘整笔里函数,如果提出的问题没有被汇答,这一分钱会在48小时之后退回到你的账户,这种发发需要大家打开微信,关注我们另一阴影师的公众号,账号是打写着另一阴影师的拼音收字幕后加886,关注之后发送按于提问,点开或取刀的链接,由详细的介绍,和我们的手里接拖,打开的这个网页已经直接拖到页面最下方, 下面有一个阅读愿问,点下这个阅读愿问,你就可以直接来提问了,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你可以用低了中发发,那就是关注我们另一阴影师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在会发转后再去问题就可以了,我们依旧会恢复,我们每一期节目,会在以上两种问题中,随便挑选出那么一两刀,放在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的问题不想被分享,请你在提问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否则我们某认为是可以分享的,当然为了保护大家的因此,我们会在各位的名字上打上马太克,好, 风声鱼琛,杜鼠琛,拉雅祥银,真好听,新鲜好玩热联士,近点雷一英语,我们并且去讲这些,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